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日本人还会吃乌鸦肉 碗红 孔雀肉等等 外志愿丰田市有间餐厅 招牌菜 甚至乌鸦肉 蘑菇 奶油 意大利粉 人类的演化就是由野蛮走向文明 每个国家是这样 每个民族都是这样 香港人对日本和对自己的国家 从来都是厚此薄彼的 大家只会批评内地人什么都吃 但不会批评日本人吃得残忍 看来 用自动反卖机爆装一下 再加几个日文字 原来 马肉 红肉 乌鸦肉 鲸鱼肉 都可以变得高尚文明 我们下期再见